船用螺旋桨 它是破土而生的 不信你看 最近我经常刷到有关船用螺旋桨的视频 它们最心我的 除了大到夸张以外 就是表面那些闪闪发光的纹路了 我们随便来看几张照片 是不是都有这样十分漂亮的纹路在上面呢 我就纳闷了 这些纹路到底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又为什么要加工成这个样子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奥秘 一个船用螺旋桨的诞生 大概需要经历以下这几个步骤 设计 打压 制造模具 机加工和最后的表面处理 我们分别来看看 先说设计 你有没有注意到 有的船用螺旋桨长着三个叶片 有的呢这长着四个叶片 还有的是五个 七个 甚至长着更多叶片的 为什么它们的叶片数都不一样呢 而且大多还是激素的呢 这主要是在加工难度生产成本 进动平衡和推进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螺旋桨靠旋转来切割和推动水流产生推力 在其奖液高速移动的同时呢 会在背部制造出一个低压区 使这里水的费点降低 很容易就沸腾起来了 生成大量的气泡 这些气泡在水压下会迅速破裂 产生出强大的冲击波 发出巨大的噪音 同时还会对蒋液造成伤害 所以我们就要尽量让螺旋桨转的慢一些 以减少这些气泡的产生 但为了只减转速不减杭速呢 我们就得要在蒋液上做加法才行 理论上 转速越慢 蒋液越多才是效率比较高的做法 不过很明显 这样做之后呢成本就太高了 除非是像潜艇这种对噪音特别敏感的船只 其他的商用船码完全是可以折个中的 用三片五片 然后转速提高一点点就可以了 另外啊 为了减少叶片之间的共振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这一片叶片的对面 没有与它隔轴相望的另一片叶片了 用激素片叶片呢 就正好解决这个问题了 但这些呢都只是理论上的 你看现在明明是四个奖页的螺旋桨占多数 所以说嘛 它是一个成本与效率相对比较高的考虑了 好了 当已经决定好用多大的尺寸的螺旋桨 插多少个叶片 以及青角是多少之后呢 就需要把图纸上的设计 制作成真正的样品了 它一般会使用木材与发泡材料 由机器或者手工来完成 这里呢 我比较佩服的是手工的部分啊 先是用木片一层一层的粘在一起 然后再慢慢的切削打磨 变成最终讲页的造型 这个过程啊 你能说它不是一种工匠精神的体现吗 接着就是制作模具了 有的螺旋桨是一体化铸造 有的 比如可以改变讲具的螺旋桨呢 这是单个讲页分开铸造的 但不管是哪种啊 制作精确的模具都相当重要 它用到的是沙子 在混合好沙子之后呢 将它们铺到第二部制作的样品 其实应该叫做模板更合适 它的下面 然后C锦修型 灌入二氧化碳加固 再上火烘烤 加入一种特殊的液体 防止接下来融融的金属液 渗入到沙子里面 就可以进入到下一步了 当然 模具是分成上下模的 这样合起来 才能在其中塑造出一个完整的螺旋桨造型嘛 浇灌进去的是一种 由八种金属组合而成的合金 集中铜就占了大约八成 其余的还包括 镍铝铁铁银等等 以便达到极佳的强度 与耐辅实性 不过呢 光这样还是不够的 因为随着金属的冷却 会有微小的氢气泡产生 严重威胁到螺旋桨的运行安全 并且呢 这样的瑕疵 在铸造完成之后就无法修复了 它只能是在这一步被移除 怎么移除呢 那就是往融融金属里面注入压气了 压气会从融炉的底部开始往上升 并在此过程中带走所有的氢气泡 好了 移除了氢气泡的上百吨的金属液呢 终于可以开始灌入模具了 在这之后 它需要用五天的时间 从一千摄氏度冷却下来 获得足够的强度来接受下一个挑战 机加工 当然 在此之前 我们还必须要温柔的 把它从沙漠里面取出来才行 的确是很温柔 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螺旋桨还是个初胚 必须要经过机窗等设备的一系列 精加工之后 才能够达到需要的精确尺寸 但这一步玩了 它的表面还是十分粗糙的 粗糙意味着极大的摩擦力 而极大的摩擦力就意味着低效和高损耗 所以要对表面进行处理 这一步就是把螺旋桨变成让我们看起来十分养眼的样子了 它会先被装在一台全自动的洗床上 一层一层的被拨的光溜溜的 连最微小的坑坑包包都会被磨平 接着再换人工进行最后的抛光处理 但问题来了 既然这样抛光法 为什么我们还是能够在它的表面看到明显的纹路呢 那个其实是用平面洗刀切削曲面之后 很自然的结果了 想要彻底没有吗 可是可以 那就要在其中插补更多的切削操作 或者换上可以加工曲面的球头刀 但两者都会极大的增加加工时间 实在是没有必要了 现在这个样子虽然看得出纹路 但就光滑程度而言是绝对够用了 并且这样实在是太好看了 有没有 好了 基本上呢 这就是大型船用螺旋桨的生产过程了 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极度依赖工业制造水准的领域 能够掌握它的国家少之又少 但我们中国嘛 已经研发出了7周5联动的机床 加工的最大直径已经突破了12.5米 最大重量来到了160吨 除了骄傲 还能说什么呢 我是火箭叔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经常有收到粉丝的留言 让我讲讲船尾螺旋桨的那根轴 是怎么密封的 我想 这还不简单吗 用黄油啊 对了 这个黄油呢 可不是咱们吃的黄油啊 是那种经常能够在修车厂里面 见到的膏状的 起到润滑作用的黄油了 我小时候做船磨的时候 就是用它来密封的 所以大船磨厚一点不就好了吗 真这么简单吗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 其实啊 哪有那么简单 我仔细研究之后呢 发现就连想要讲的尽量简单都难啊 所以我尽力也欢迎大家来帮我补充和纠正啊 虽然成年人的船尾上不抹什么黄油 但其实无外乎也只是把黄油密封的方式 搞得更精细更复杂更有效了而已 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使用某种东西夹在旋转的尾轴和固定的开孔之间 来把水堵在外面 所以根据夹在其中的东西的材质不同 位置不同 作用不同呢 大体上船尾密封就被分成了三种方式 甜料密封 皮碗密封 端面密封 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讲讲 咱们先看另外一样东西啊 汽车的发动机 它跟船尾轴的密封很像啊 也是既要让一根轴在圆桶中自由的运动 又要让轴的两边完全的密封 所以它是怎么做到的 你看如果把中间的这根轴做的太粗 在这就是活塞太粗的话 直接就把它与气缸之间的缝隙全都填满了 气自然是不会漏了 但巨大的摩擦力也会让它无法动弹啊 而反过来 为了减少摩擦力把活塞的直径做小 让它跟气缸之间的缝隙变大 运动是没什么问题了 但气缸里面的高压燃气 不也就全从这里歇出去了吗 左右为难啊 怎么办呢 活塞环就来了 它被卡进比它略大一点的活塞环槽当中 并具有一定的弹性 当高压燃气顶过来 会很自然的把它推到两边 压到气缸壁上面去 于是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狭窄的密封面 既把气堵在了里面 又由于其接触面积非常的小呢 所以摩擦力也是控制在了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活塞就能够在气缸当中边动边堵了 完美解决了问题 所以从活塞环的案例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 学到了 紧密贴合的摩擦面是可以起到密封作用的 只要是这个摩擦面还够小 够滑够硬的话 对运动也是没啥影响的 于是船尾密封的第一种方式 填料密封 几乎就是直接把活塞环从汽车上给扒了下来 装在船上了而已 在支撑尾轴和其轴承穿过的尾轴管里面 开有一些凹槽 凹槽内塞入比尾轴管内壁直径略小 一点点的特殊填料 使其能够压紧位于中间的尾轴 形成一个狭窄的密封面 这样的话 当尾轴旋转起来之后 它们就能够像活塞环一样 起到密封的作用了 填料的材质也是多种各样的 但一般使用的都是游进石棉绳 有很多不同的规格 可能是配合不同的船只 或者是不同的使用环境 总之它们应该是非常耐磨 但又不至于像尾轴那么耐磨 所以磨损的永远是它 只要定期更换一下就好了 尽最大可能去保护那根胶贵的尾轴 不过藏在河边轴哪有不识角的 只要是有摩擦就会产生损耗 随地还能实穿 棉绳怎么就不可能把钢轴磨出一个槽呢 所以填料密封的方式 已经基本上不会用在如今的大型传播上了 你看这个能够穿人的大洞 就是用来穿轴的 所以你觉得要是把这么粗的一根轴 给磨损了去换掉 值当吗 不值嘛 这就有了第二种方法 皮碗密封 又叫做唇口密封 关键是加入了这几样东西 一个是这样的截面为英文字母 戒型的皮碗 另一个是套在尾轴上的高硬度秤套 还有一个是灌在尾轴管里面的 复杂油压系统了 我尽量把它简化后讲给大家听啊 类比前面的甜料密封 现在压进尾轴形成密封面的东西 从之前的油镜石棉绳 换成了现在的戒型皮碗了 所以它们跟尾轴之间的接触面积呢 得以进一步的减小 摩擦力大降各种损耗也随之降低了 同时啊 为了防止它依然会对所接触的物体 带来磨损 那咱们干脆就给尾轴 穿上一件专门用来磨损的马甲嘛 它套在尾轴外面 跟夺旋桨和扣颈环紧箍在一起 当使用了一段时间 被皮碗刮出凹槽之后呢 只需要把它拆下来换掉就可以了 既不用费太大功夫 也不用花太多的钱 相当于就是气聚爆晒了 最后一个妙的地方是啊 离坑街形的皮碗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就可以用它搭配上液压系统 来控制润滑和冷却液体的流向了 当戒的勾勾朝左的时候 左边的液体呢 是很难流入右边的 但右边的液体却可以流入左边 而反过来 当戒的勾勾朝右的时候呢 右边的液体很难流入左边 但左边的液体却可以 较为轻松的流入右边 根据这个思路啊 在尾轴管的密封系统里面呢 通常就用到了6个皮碗 它们的布置如图上所示 1 2 3和3s呢 放置在靠近螺旋桨的尾段 4和5放置在靠近发动机舱的前段 1 2 4 5勾勾朝左 3和3s勾勾朝右 两套油压系统会在 2 3 3s 4 5之间 不断泵油循环 起到润滑散热和密封的作用 1的外面和1与2之间 就是充满的海水了 同样啊 它也可以起到降温和润滑的作用啊 所以整体上看呢 这6个皮碗实际上被分成了3组 对应着3种不同的液体压力 1和2一组直面海水 对应着居中高度的海水压力 2和3一组中间夹着润滑油 它的压力可以通过其设置的重力油箱的位置看出来 是低于海水压力的 所以就能够让它以较为缓慢的速度 通过往左沟的2号皮碗 朝左边的海水当中渗出去 既起到了润滑作用 又起到了把海水挡在外面的作用 3、3S、4和5之间呢 则充满了压力高于外界水压的润滑油 它可以对中间的轴层起到充分的润滑和降温作用 同时当海水突破2号皮碗 甚至是3号皮碗之后呢 也能够用起更大的液压 把海水压在外面避免进水 这个差不多就是皮碗密封的基本工作原理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呢 要是听懂了就扣个1 不太懂就扣2 完全懵圈的就扣个问号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了 以上两种啊 你看其实都跟活塞环差不多是一样工作的 就是把伪轴孤在中间 像是上了紧箍咒一样 所以既然有第三种 那我们就要帮伪轴松松绑了 端面密封 封的就不是伪轴的表面了 而是伪轴上装着的摩擦盘了 摩擦盘有两个 一个叫做近摩擦盘 装在固定不动的伪轴管上 只能在弹簧的作用下沿着轴向前后移动 但是不能够转动 另一个叫做动摩擦盘 它与伪轴是连在一起的 只能跟着它转动 但不能前后移动 实际的封装图呢太过复杂了 我就直接将其简化成了这样 弹簧会一直推着近摩擦盘压在动摩擦盘上 在这里形成一个密封面 后面的部分呢就全是水了 与此同时还会再泵入高压水 用来进一步的降温润滑 以及把砖空子进来的海水呢给压出去 就这么简单 它的好处啊是异于维护 如果摩擦盘不是已经被磨得太薄了的话 都可以在弹簧的作用下一直压紧在一起的 哎 有点像是我们汽车的叠杀系统 如果真的是磨得太薄了的话 那么直接换一块不就好了吗 我搜索了很多资料啊 似乎用到这个密封方式的船只呢都不是太大 在那些巨型油轮和集装箱货轮上呢 一般用到的都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种 皮碗密封 哎 所以真的是这样吗 大家可以召唤你认为最专业的人 来帮我确认这个答案 哎 今天的内容呢就暂时到此为止了 我是火箭术关卓 同时我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哦